相信这两天,大家都对于BG辱华事件,给予深切的关注,这件事一开始是从21号中午的时候爆发的,而当天首位发生拒绝BG大秀的明星艺人就是陈坤。 现在,陈坤也被广大网友们封为爸爸,而这个个就是因为当时陈坤刚落地下背景就看到微博上推出的BG设计师在RNS上的辱华言语。 陈坤二话不说,掉头就走,拒绝了BG落地接他的工作人员,而后面事件再次升级,国内的艺人们都在第一时间发出,包括担任大使的迪丽热达也在自己微博上发出,不会出席今晚的大秀。 随后更是给力地晒出解约,其言不会再跟BG公司合作,相信不少人都为当时李彬彬、张子怡、王俊凯等人的做法感动到,毕竟当时他们都有合约在身,这一毁约的肯定要承担一定的代价的。 但是国家的名义高过一切,先有国再有自己。 最让人气愤不已的就是逆境设计师竟然还敢回应说自己被盗号,真是把我们国人当傻子吗? 这种老调调的借口,竟然说得这么理直气壮,观念堂皇。 我想这种小伎俩已经过时了,轻飘飘的一句话,更是让大家的愤怒上升到极点。 所以我们也慢慢看到了第二个乐天,国内的所有电伤渠道都纷纷下架了,毕竟商品,相信大家都在某音上也看到了这个现象。 时隔一天之后,毕竟设计师再次发生,而他又一次上远了不作死就不会死的本事,竟然在INS上长篇大论的写道自己没有歧视。 是我们自己在视频中看到了歧视,对此他感到十分的遗憾。 通篇没有一个对不起sorry的字眼,我就想问这样的回应能糊弄谁? 打心底里的傲慢和无知,赶紧混出中国吧。 有网友看过那段视频的话,肯定就知道这已经是存在明显的歧视以及辱华现象。 作为中国人,大家都习惯了饮食工具,筷子。 而现在我们也慢慢懂了这筷子的寓意,可以说是文化远远流长。 老祖先的智慧无人能比,但是他们竟然在视频中,让一个女模特用筷子加披萨师, 声称,我们将顺先向大家展示,如何用这种小裹子形状的餐具,来吃意大利伟大的传统马格丽特批发。 这么明显抹黑中国的操作,世人都不能忍,而总观所有艺人们的发声。 我觉得这个人的发声,却让人醍醐灌顶,更是以真减血,让人不觉有点愧疚,扎心。 其实,这个人就是我们的香港艺人吴振宇,相信大家对他都不陌生,是一个演技超级棒。 三观绝对正的人啊,大家是否好奇吴振宇究竟是说了什么呢? 其实吴振宇在自己的微博上,只留下这样一段话,但是我绝对这次次都扎心,让我们都应该清楚的认识到现状,还有未来我们应该怎么做,大概意思就是韩国流行什么妆容,什么风气,我们都一葫芦画瓢。 国外那些所谓的大牌,那个名气最响亮,我们就扑通黄里扎,明显的媚爱。 但是有谁想到我们中国堂堂五千年文化,却没有自己的一个品牌,这究竟是什么问题? 刚开始看到这段话,的心情跟那些网友一样有点郁闷,在家说什么大实话。 但是我们都不得不承认,我们确实有这样的现象,我们明明有好的国产护肤品牌,却还是这种代购海淘日本的护肤品。 韩国的美妆,有时候想强,也是让人唏嘘不已。 我也希望有生之年能看到全世界各地都能看到中国制造,中国的牌子,是他们在穿着我们的衣服,用我们制造的东西。 我们的国家将会越来越强大,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别忘了按赞哦。